我们的预售真的像个传销啊 对吗 像个诈骗啊 为什么 房子刚挖了个坑 所有钱给他了 所有钱给他是什么概念 不仅仅是把他建造的成本给他 把他的利润都给兑现了 这个房子卖多少钱 他里边是包还有他的利润兑现了 你还没住呢 你已经背上贷款了 对美房子特别不公平 没有这么 在全球没有这么不公平的预售 所以我说这个全球有两种预售 一个叫预售 一个叫中国预售 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国外也有 美国也有预售 欧洲也有预售 但是人家的预售 基本相当于一个定金的给 就是你每个车 你是不是付个定金 给你个定金 比如说百分之二十 绝大部分的钱 是你给完以后才给 我们是哗啦 一下子百分百给他了 而且没有监管 他把你这些钱拿来之后 不是在给你的房子 而是拿来又去美地 又去给下一个项目 所以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赖尾 赖尾是把这些钱 挪用到别的项目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